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续奋斗 砥砺前行 经历了风雨洗礼 看到了美丽风景 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 大家记住了一年的不意 也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很坚持 疫情防控 平稳转断 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一批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 新型支柱产业 快速崛起 粮食生产 二十联峰 绿水青山 橙色更足 乡村振兴 展现新气象 东北全面振兴 铺写新篇 雄安新区 拔结生长 长江经济带 活力脉动 粤港澳大湾区 涌力朝头 中国经济在风浪中 强健了体魄 壮实了筋骨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很有力量 经过久久围攻的魔力 中国的创新动力 发展活力 波发奔涌 C919大飞机 实现商飞 国产大型邮轮完成试航 神州家族太空接力 奋斗者号 极限深浅 国货潮牌 广受欢迎 国产新手机 一机难求 新能源汽车 迪电池 光复产品 给中国制造 增添了新亮色 中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 奋力攀登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很见神采 成都大运会 杭州亚运会 精彩分成 体育健而勇创佳绩 假日旅游 人潮 雍洞 电影市场 红红火火 村超 村晚 活力四射 低碳生活 渐成风尚 温暖的生活气息 复苏的忙碌尽头 诠释了人们 对美好幸福的追求 也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 热气腾腾的中国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很显底气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 传承着伟大的文明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大漠孤烟 江南细雨 总让人 思街千载 心持神亡 黄河九曲 长江奔流 总让人 心潮澎湃 豪情满怀 两组二里头的文明曙光 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 三星堆的文化瑰宝 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 泱泱中华 历史何其悠久 文明何其博大 这是我们的自信之机 力量之源 中国不仅发展自己 也积极拥抱世界 担当大国责任 我们成功举办 中国中亚峰会 第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一系列 主场外交迎来 五州宾棚 我也访问了一些国家 出席的意义